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很多德国人心里不服气 他觉得是皇室输了 是德国皇室输了 不是我们德国人民输了 不是我们德国军队输了 我们没有输 是皇室太懦弱了 决定投降了 所以他们心里不服气 这股不服气 再加上后续的很多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 最后促成了希特勒的出现 极右派主义的出现 结果他们又发动了世界大战 造成了更多的森林涂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被真的真的人怕得咪咪冒冒 整个德国本土几乎全部被摧毁 柏林首都被攻占了之后 德国人才彻底反省了战争所带来的大代价 今天的日本非常非常像一二战前的德国 就是在二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日本本土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 虽然他遭到了大量轰炸 可是很多地方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 并没有造成当时日本所说的本土决战 所以很多日本人心里面是不服气的 他认为我们没有输 是不得已的 我们因为被丢了原子弹 所以才输的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也许输了美国 但我们没有输给中国 所以他们心里不服气 这股不服气就跟当年的纳粹党兴起一样 开始开始酝酿起了极右派的这种军国主义思想 如今又重新在日本萌芽 所以安倍其实说错了 日本不是一战前的德国 而是二战前的德国 非常像 但是我要警告安倍首相 你们是二战前的德国 你们也很快变成二战后的德国 就是一旦你们要挑起事端 保证会被我们中国人打回去 而且再次把你打得咪咪茂茂